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今再次出现这一盛况 不得不让大家感叹 老郭又给同行上了一课 已经三年没有开商演 如今观众还能满坑满谷 属实的厉害 特别是孟州专场 提前预告的新作品也安排上了 演出现场观众尖叫声不断 新造型 新内容 在灯光音响的配合下 给人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除此之外 还有烧饼和曹鹤阳的专场 不得不说老郭真疼儿徒 主演阵容非常强大 不但有刘春山和史爱东 还有两位云字科的陶阳和李云天 穿着西服说相声可能已经成为了丙歌的特色 特别是返场的时候 穿着西服唱嗨歌 确实比大褂顺眼一些 在灯光音响的辅助下 丙歌用自己的激情感染了现场的所有人 都说相声演出返场是免费赠送的 但是烧饼的返场是不花钱就能看的吗 说实话 这可比票价都贵 连陶阳都带不动 除了郭德纲的两位爱徒 德云社三小在杭州的演出也是非常的火爆 德云三小在去年被推出 通过巡演 大家也感受到了年轻演员的魅力 上小菊和高小辈的调话筒已经成为了保留节目 二哥的破包袱加嘴瓢也成为了爆笑的包袱 特别是二哥的歌声 每一次都能达到嗨翻全场的效果 除此之外 高小辈跟观众的互动也是非常的有爱 能在几千观众面前如此的跟观众互动 不得不说三小如今实力不凡 商演观众是相声演员实力最好证明 接下来 德云社专场演出不断 不知道送鸡蛋送票的那些同行们会做何感想 如今无论是秒空的票房 满坑满谷的观众 还是节目的创新 无疑是打脸那些质疑德云社的那些人 其他的相声同行们也应该好好学习一下 不行的话就让老郭开门课程吧 都来学习一下 你们觉得呢